HELLO 聊四季 天行正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黑森林4v4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用 Viper 載著黑森林 有 Viper 載著黑森林 比賽起來就會比較不一樣 應該會有特殊的打法出現 我們來看一下 Viper 選擇的是朝鮮 朝鮮的話 Viper 選在黑森林使用這個文明 通常就是要來搞一些特殊的打法 應該是要打塔工喔 但是朝鮮內加打塔工 這就有點微妙了 通常都是外加喔 所以這邊內加朝鮮塔工 我們看一下 Viper 有什麼想法 好 那這邊呢 黑森林開局 我們一樣不介紹文明 直接進入狀況 這邊對手已經開始把回家給圍起來了 那這邊看到圍色已經圍好 紅色這裡 你怎麼先圍好了 還是我這邊也只可以拉個木槍 我們前起和平共處 好 看一下上面這裡 上面也在這邊開始水深火熱開打了 當然這邊要先保存一下洛馬的血量 趕快扣一下隊伍來 快來喔 出事了喔 大家都在那玩家喔 好 那 Viper 這邊的洛馬 可能也可以到北方去幫忙 或者是趕快自己推路 首先下面已經圍死了 下面不打鬥 洛馬就可以上來支援 好 這裡這一隻洛馬可能要被追到死了 但是這裡就選擇不追 這裡再追下去自己的村民也會有問題 好 這裡後面這隻村民趕快圍死 這隻村民要犧牲掉了嗎 要不要來個急速反應 把自己給圍起來 好 蓋四個木槍 把自己圍好圍滿 好 洛馬繼續過來看一下狀況 這個村民能跑得掉嗎 還是要靠近湖畔 然後把自己圍起來 蓋個碼頭 哇靠 真的圍起來了 他居然圍起來了 正想說 這傢伙該不會要圍起來 真的圍起來 好 但對手也沒有想要讓他可以出來的意思 你也敢把自己圍起來 我也敢把你圍起來 左邊這裡有個洞喔 還是要從左邊繞跑 還不要從左邊繞幹 把這個木槍滴掉 這裡好像可以走得出來 岸邊這裡也沒有毒死喔 還是已經死了 不確定 感覺這裡木槍滴一滴 紫色是能走出來的 好 那這邊藍色 是選擇到了中間深入的位置 拉了三隻村民 趕快來圍這個木槍 那藍色呢 他是喬治亞 有這個羅車啊 很方便喔 待會圍玩槍也可以原地採礦 或是直接原地伐木 都OK的 好 這邊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中間這個區域 現在情況是如何 紅色也來看一下 欸 紅色已經圍好了 這個已經圍好了 那怎麼辦呢 紫色本來想要從這邊回家 但是看起來是回不了家了 好 上方這裡還在慢慢敲 敲這個木槍 好 但是沒有打算 要讓對手跟他繼續修 我直接蓋木槍 回個幾層 那繼續搜索你這一隻村民就行了 好 看起來暫時這裡是沒問題 那目前大家經濟都是正常發揮啊 哇 這裡拉了三頭野豬 OK 黑森林就是要拉三頭野豬啊 好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把這三頭野豬吃好吃滿 吃加寶收村 欸 不用 他是 綠色 哥德人 所以射野豬特別痛 所以依照剛剛那個村民數量 應該是要射兩發啊 結果他這個射一發就倒了 哥德射野豬就是快啊 好 那這邊 橘色 開始正常發育了 請左邊維豪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兩邊直接進入一個中後期的階段 好 那這邊是 灰色先點下的封建時代 這裡是打一個十九匹 可能是要來打塔弓咯 這麼早點封建 有什麼想法嗎 越南人 打塔弓 微妙 沒有到很強 但也不到說完全不能打 來 這邊我們訂到這個 顏色了 好 呃 看一下兩邊的 支援量 好 呃 支援量看起來 大家都還算是滿正常的 沒有人在賣石頭 上封建時代的話 應該才會知道有沒有人賣石頭 還沒封建時代怎麼有市井啊 待會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看有沒有誰賣石頭 打一個特殊經濟配置 好 這邊越南人 升上去封建時代 先打的是漁船 但這裡沒有打算要直接 升個黑跳城 是打一個封建先升上去 然後下碼頭 正常開始漁農 好 這邊果然能出去嗎 欸 這邊他導到了一個漏洞出來 不確定從哪裡出來的 好 這裡補了一個碼頭 好 這裡再把自己給圍起來 好 但這裡只要有這隻村民在 這個碼頭就可以出火戰船 兩邊火戰船就可以開打了 好 升到封建時代 兩邊都有大動作了 這裡也有塔弓 哇 後面在空羽 然後這裡再卡弓 這裡要不要再補一個 欸 這裡想要繞幹出去 這裡有想法了 偷偷溜進去 OK 那這裡喬治亞 該不會要去蓋跟城堡 出來出 這個莫納斯帕壓制呢 還是要打一個起勢 轉一個升頭 那這邊蓋一個碼頭 就會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待會看一下要哪裡下碼 就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這個位置感覺不錯 其實裡面的 而且感覺可以搞到viper這裡 好 倒特 不是倒特 這個綠色哥德 有稍微把家裡圍一下的感覺 上面稍微圍一下 應該是有感應到了什麼 欸 對方落馬怎麼一直在我家裡繞呢 倒是要搞點刺嗎 好 結果綠色 藍色イグラ就是圍了石牆 想要把橘色給隔絕起來 他可能覺得橘色快要確診了 趕快先隔離一下 確實 確實該隔離一下 他看起來真的是有點危險 欸 但這三隻村民看到了 欸 你怎麼在這裡蓋石牆呢 趕快 先扁他 把他圍起來 OK 這個木牆蓋得很好 讓對方不能摸到右邊這個石牆 石牆還有殺61就能圍到 好 直接往上繞幹 快走 快走 再把自己圍起來有機會嗎 敲一下 再敲一下 敲一下 敲一下 搞定 OK 現在為自己村民喔 成為了黑森林的必備技能之一喔 好 那這裡 就開始挖石頭了 西班牙這邊決定要打一個 上層打西貞不開TC的打法 直接用西貞加置你 打法相當正常 左邊這裡 好 又進去 又看到了一根大石牆 石牆越來越多阿 但是沒頭之一根箭塔 這個橘色就越虧喔 原來這裡的路很長阿 綠色就一直上石牆上石牆 你就一直插箭塔 你沒敲一次你就要再插一次石牆 非常的耗死 所以橘色這邊已經 箭在懸上不得不發 都已經這樣打了 而且還打一個雙線進攻 但是 藍色跟紫色都相當聰明 你進攻 我就蓋石牆 我蓋石牆 你就繼續拆 你就花更多時間拆 你的經濟就越爆炸 結果這隻村民 是不是被解決掉了呢 藍色村民好像不見了 好 那一打海戰的部分 看到紫色這邊的碼頭 還在繼續給壓力 這個馬列人的碼頭 看起來怎麼比較大一點 這個建築的樣子 看起來更 更有大型感 可能義大利人 看起來怎麼看起來有比較大 佛祖視覺問題 好 左邊直接上兩個大石牆 哎呀 橘色表示 算了 我放棄 好 當然這邊 橘色放棄的話 待會就很難受了 金晶已經輸了一大劫了 而且下面這邊 還剛被藍色搞了一下 這個大石牆 好 這隻村民 好 這邊西班牙 趕快按支這個炸藥桶 去把這個石牆給炸掉 但是越南這裡 已經蓋好一根城堡了 你就算炸進來 一看到城堡 應該就會放棄進攻了 那西班牙這邊 就要趕快轉容了 或者是要趕快從上面 進攻進去會比較好 不管怎麼說 現在兩邊防守都是做得比較紮實 並沒有這種漏洞出現 不知道我們漏洞帝國呢 看起來沒有漏洞 就是帝國了 好 這裡直接圍起來 上方也直接圍石 灰色這邊的挖金黃是挖的有點多啊 這個越南人這麼多塊黃金 難道是要來一個單TC樹地嗎 有支援量看起來是要樹地了 好 OK 那哥德這邊是選擇了 4TC開農 哇靠 一直農一直爽 好 那這邊 是朝鮮4個TC 好 繼續開農 VIPER這邊居然是走一個純農路線啊 打朝鮮走純農 這VIPER是不是 他要走自己最熟悉的路線 有點微妙 好 電影加朝鮮 確實打早期快攻 沒有到那麼吃香喔 而且會有後期被遊俠 遲一波的問題啊 好 這邊西針居然 打穿了 這裡居然有漏洞可以流進去啊 越南應該沒有想到 欸 這裡居然有一個 極大的漏洞 怎麼辦怎麼辦 這裡被騷擾到了 當然這裡不趕快 把這裡圍起來就會出事喔 這裡要趕快再圍一下 好 這裡直接轉藤甲弓 甲弓打西針 還是會打到突破血流的 西針傷害還是比較厲害的喔 好 死掉了西針 村民直接硬蓋 損失村民有嗎 沒有 還好西針 打槍槍還是比較歪的 好 後面補了一根劍塔 這樣子應該就沒問題了 這邊就要看一下 要不要再補個殺藥桶 繼續往前壓制了 唉唷 這邊還是被城堡收到了 有點疼有點疼 這裡想要把這個防護場給點掉 看到有村民過來 還是想射一下 這根劍塔建好了 暫時打不進去就完蛋囉 西班牙征服者只能選擇撤退 好 這不過進攻 西班牙應該是宣告結束了 好 看一下上方 上方目前沒有東京 中間也沒有 橘色的部分 橘色重新拿了回來 這裡怎麼還有一隻村民在搞屍啊 哇 這邊終於把對手的村民給圍了起來 開始暴打 好 你想往後走也沒門 好 這邊就是跟你決一死戰 這裡夢想趕快修 好 終於收掉了這隻村民 好 這時候哥德爾跟 Viper 兩家都在速速農上去 農的速度有點快 好 巨型投資機架起來 好 這邊直接把城堡給圍起來 來到有一點想法 看來覺得這裡 失守是遲早事情 反應非常快啊 確實該把這裡圍起來 好 越南這邊地空室帶移上去 果然有了奇效 單TC 速帝王 然後轉出巨型投資機 拆對方城堡 那拆完城堡之後呢 之後這些巨型投資機 最好的功用就是幫隊友開門 那一家波斯應該是要轉薩瓦爾 薩瓦爾這邊 出席一波 威力是很大的 所以這邊要趕快補馬就了 好 越南這邊幫他走一個開門路線 單TC 速帝王 現在全世界就只有越南人是帝王時代 而且巨型投資機已經有三台了 拆這個10強還是挺給力的 好 中間這個部分 橘色義大利人 是繼續補了城堡 給他壓力 上面這裡沒有補城堡 待會這裡可能還是要考慮補一下 不然就是要趕快上大10強 加城堡開始蓋了 那橘色這邊經濟是非常慘淡的 但是還是點下來帝王時代 單TC點帝王 不然越南比起來 這個經濟量還是差了蠻多的 人家都已經單TC蓋城堡 三個巨型投資機了 他才剛升帝王時代 跟這個34TC 農起來的經濟狀況 是差很多的 但升帝王時間是差不多的 好 哥德爾開始有大動作了 那目前橘色的想法就是 我幫隊友開門 城堡能不能多打穿幾個 但是後面 喬治亞 瘋狂蓋10強 好 藍波爾這邊 是先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待會擊兵要先上 這邊的想法 應該是要先防下薩瓦爾 畢竟那家是波斯 先預判一下對手 先出擊兵 確實是一個正確的選項 好 那左邊 越南 這裡是要轉TC開弩嗎 還是就去單TC 出巨型投資機幫拆就好 那越南在城堡時代的一個打法 會比較偏向於出騰甲工兵 在團戰的情況 那 帝王時代的話 這邊可以轉一些火炮 可能只轉重型攻城武器就行 火炮啊 還有這個巨型投資機 幫忙輸出一下 好 單西堂這邊蓋石牆 蓋的真是很勤啊 好 上方瑪麗有了大動作 好 這裡飛刀女獵手 先按個幾隻 有要升精銳嗎 還是先且用且珍惜呢 這裡飛刀女獵手 拆建築物很快的 因為他可以吃到這個縱火技術 這個飛刀 是會著火的飛刀啊 非常厲害啊 好 那這裡也是撥了非常多的槍兵 哥德爾是決定先走槍兵路線 大家都是先走一個防守路線 四四水溫 但是左邊這裡的石牆實在是太厚了 哥德爾就是很濃上去 暫時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進攻 沒有辦法打出一個時間差 好 那越南這裡是沒有打算要補工程器 反而是內加的波斯自己轉出了火炮 好 薩瓦爾這邊是來到了20秒 就要升級完畢 好 艾伯爾在下面補了一根城堡 要轉馬戰車嗎 好 朝鮮不打劍塔 好像就不是朝鮮了 這裡自滴一下城門 這裡打一怕小龍預判 唉唷 打爆了 艾伯爾這個預判打得非常好 好 左邊第一切十強 讓席燈進去想要放掉火炮 但是薩瓦爾也在後方 去師帶發了 唉唷 對方自滴十強 難道有什麼想法嗎 好 上方看一下 像這個情況 橘色 這邊是轉出了聖旅 義大利聖旅 也OK的 聖旅也是能打 好 中間哥德 這邊大量擊兵在這個位置強防守 但發現 哇靠 這裡是一個萬里長城 打不進去 哥德現在有點憋屈啊 沒有辦法正常進攻 還是要轉一個中型投石車呢 直接開路從中路鬼切進去 中間這裡是沒有什麼太大反備的 好 這邊火炮又預判到立台 Biper的火炮修得還是不錯 那朝鮮在內加的情況下 投石車後期一定要多多出 這可是毀天滅地的力量 那這邊貿易路線要趕快運營起來 不然待會無法支撐 重型投石車的這個經濟 好 Viper這邊開始跑起了貿易車隊 好 中間部分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上方這個位置也沒有 好 這邊直接拉到底 好 Viper的火炮再次有動作了 遠程打炮炮 好 這裡可以摸到城堡 先把城堡摸掉吧 這個城堡非常的薄喔 巨型投石機反制一下 要撤囉 OK 撤一下 好 再開炮一次 吃到城堡傷害 完蛋 Viper有點危險 這個火炮預測沒有打到 Viper這邊抖動還是比較好 可能要死一隻了 被城堡點掉 有點小虧 因為薩娃爾直接在後面 生氣了 我受不了了 我把你逼走 但是 Viper這邊已經轉出了 重型投石車了 這個射程是9點了 重型投石車 待會應該還可以再點個 什麼金罐之類的 或是工程木程師 好 後方的巨型投石機趕快拆 火炮繼續輸出 上方馬力人 繼續出廢道的獵手 給壓力 中間的地方 三台火炮 繼續拆除城門 這個城門拆的有點慢 哥德爾這邊進攻速度 顯得有點遲緩 上面一直在焦灼當中 那馬力這裡最好是趕快轉出輕騎兵 那為什麼馬力這裡沒有大動作呢 是因為他這邊在跑貿易 所以沒有想要大舉進攻 待會貿易跑起來 轉個輕騎兵或是駱駝 或是騎士 都可以給敵方重創 那局勢這邊呢 要開始慢慢轉龍了 這裡只單出雙TC出村民 可能會有點太慢 電機量還是要趕快拉起來 雖然現在食物很多 但TC太少了 好 這個投石車能找到一發嗎 拍一下 有賺了 不愧 好 藍色點下了金冠技術 冰紙幣也點下了 好 那藍色這邊轉馬凱 可能是要轉毛相夫囉 藍色是誰 藍色是喬治亞 不好意思 藍色的人是羅里斯月 這邊金冠點下之後 騎兵的人口就可以減少很多 好 但中間有大動作 欸 這邊開路進來了 薩瓦爾直接從後面 中出了 Viper 中間出來了 哦 Viper 稍微解釋一下 好 但中間的哥德爾也是大蛋靈筒 哎呀 怎麼一堆薩瓦爾突然出來了 這邊完全沒有看到 從上面鬼切進來 Viper他們這邊沒有防備 直接讓對手溜了進來 哎 這一波防守並沒有做到很好 但是沒有辦法 人都是會失誤的 好 上方 這裡 欸 槍兵要小心了 槍兵趕快回頭打一下 薩瓦爾這一波進來 來打著哥德爾跟Viper措手不及 正面上方 喬治亞也是看到隊友衝了 上方也衝 但這邊怎麼都是大洛馬啊 大洛馬打槍兵會打到活潑血流 好 看哥德爾跟Viper還在努力出槍兵檔 中間這裡 看要不要補一個城門防守 不然薩瓦爾溜上去也是挺麻煩的 哇 兩隻薩瓦爾也是開殺上方的村民 薩瓦爾現在四處逃串 好麻煩的 好 現在Viper的村民宿稍微下降了一些些 趕快要補村民吧 村民只剩下81隻村民了 好 這裡趕快補一個大師牆 讓薩瓦爾不能再進來 好 飛刀女獵手 趕快回頭救一下 欸 趕快往前突擊 突擊一下 講錯 不是救一下 哇 橘色直接被飛刀丟個措手不及 直接死傷慘重 難道要瞬間GG了嗎 一個密道引發的慘劇 現在全村的人都受到了傷害 薩瓦爾砍的攻擊速度就是快 好 這邊重型投石車 還在堅守正面 薩瓦爾突然發現上面密道被堵了 趕快把所有的兵力集結到了正下方 火炮 槍兵 投石車 這邊也是蓄勢待發 上方的飛刀女獵手 開始反擊回去 這裡有出少量的哥德威隊 哥德威隊現在是數量來到24隻 哥德想要走 哥德威隊路線嗎 但是對方的是喬治亞 大洛瑪配重頭 重心火力還是挺扎實的 這兩邊重頭都有 但波勢沒有重頭 重型投石車在團戰來說 是一個影響力很大的文明 這個單位才對 他的文明也密到非常多 大概一半一半 這裡瑪麗有點有壓力了 這裡被推了回去 橘色用火槍守住 可以到你獵手 看到對方轉大量火槍 瑪麗就可以開始慢慢想要不要轉兵了 這裡肉麻開始往前推 再一次守住了中間位置 趕快補下一些防禦攻勢 這裡哥德也有大動作 哥德這邊被重頭壓在地上摩擦 重心投石車的壓力太強 哥德也要趕快轉一些火炮 過來救一下 有沒有殘火炮呢 哥德沒有殘火炮 上方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瑪麗這裡要趕快想辦法出些機動性單位 好 這裡火炮轉出來 擠掉了幾台重頭 但是火炮看起來是不飽 可以在零食先打一炮嗎 可以 好 這裡工程器製造所 趕快繼續補火炮如何呢 還是要從後面補呢 感覺前線補火炮壓力是有點大 好 哥德位隊出來 好啊 也是往前 下方兩邊沒有要交戰的意思 Viper開始建起了大型箭塔 射程最遠的箭塔文明 這是朝鮮 好 上方這裡火炮 開始慢慢拆除城牆 兩邊打得非常焦灼 正面的槍兵開始往上推進 薩瓦爾這邊一開始努力輸出了 哇 這數量有點龐大 完蛋了 哥德爾 只有木門啊 出事啦 這個木門扛不住10秒鐘 比那個男人還要快軟掉 這個真的不行了 硬不起來了 扛不住了 要硬鋼嗎 要再硬起來嗎 哇 重頭又拍到了一下 大量槍兵直接倒地 哇 這個拍下去 重頭火力還是相當猛的 好 Viper拉了幾台頭石車過來 我也來幫忙砸一下 那好像有點砸歪了 沒有砸到大量的騎兵身上 但可能是不想要砸到肉馬身上 所以才這樣砸了 只是不想要砸到這個槍兵身上 好 那這裡大量槍兵有53隻 朝鮮這邊的打法是火砲重頭加槍兵的一個扎實陣地戰 可以是要離陣地戰比較強的文明往往都會有優勢的 所以盡量選這種陣地戰強的文明會很有用 朝鮮啊 沙拉森啊 火砲文明啊 其實都ok的 土耳其 條盾其實也ok 條盾也有火砲 而且城堡射程也遠遠 因為我這邊打到了僧侶啊 僧侶太衰了吧 好 上面比較 這裡比較關鍵了 這邊西戴亞中轉出了游俠 游俠跟薩瓦爾互打 薩瓦爾會贏個一刀 雖然血量比游俠少 但游俠綜合方面還是比較 體質比較扎實 太容易遇到一些特質狀況就被擊到 好 這裡游俠充其量只是個坦 並不是主輸出 主輸出還是後方的重型投石側 還有這個槍兵 但是遇到成甲弓的話 槍兵就沒用了 這裡就要靠游俠了 兩邊的配兵都很重要 上方還在拆城牆 白盒開始慢慢突入進去了 這裡喬茲亞幫忙蓋大型劍塔 這個賽凡塔 有這個串燒效果 這要趕快清除 不然會被這個劍塔 瘋狂串燒喔 好 中間的陣地 還是有守住的跡象了 這個白盒補兩根大型劍塔 對手不能輕靠近 好 那對手決定要轉往北邊 攻擊橘色加里 好 這一波有大動作 白盒這裡要繼續往前了 好 連西班也在補火砲塔了 西班的火砲塔攻擊速度也很快了 好 火器單位都有加成 後方的重頭過來了 小謝亞這邊補了兩台重型投資車 能先砸掉白盒的重頭嗎 欸 這個是自己先被換掉 白盒第一時間點掉了兩台重型投資車 好 這裡趕快堵住這個口子 但是後方有重頭 薩瓦爾再繼續堵下去會突破血流 白盒終於突破了下方的防線 火砲塔也是一根一根慢慢插起來了 這裡直接就是貿易線了 這裡貿易線馬上失手就完蛋了 但是上方橘色這裡也是BBQ 完蛋 這裡也是貿易線 這裡要趕快拉鎖的火槍過來救一下 好 義大利人要不要轉個熱內亞弩手呢 加火砲 但看起來來不及轉 火槍應該就是極限了 好 這裡趕快推進 白盒這邊在跟時間賽跑 加里上方已經失手了 這裡要幫幫下義大利人補下大型劍塔了 好 看這邊遺憾就是貿易線 白盒表示 哎呀 好開心啊 這裡就是夢寐以求的 結果下面這裡又一波 開挖地道 哇 這波地道讓西班牙打得措手不及 怎麼辦 下方有地道 但是正面也在突入 波斯能夠守住正面 又從地道進攻進去嗎 這一波很關鍵 白盒有看到嗎 有 這裡槍兵在路上了 但是正面槍兵數量就會變少 防守可能會出現問題 但是還好有大型劍塔跟火砲塔 所以防守暫時還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只要插到貿易線 又很舒服 還是這邊要低四級了 四級已經低掉了 這裡早該低了 如果低四級的話 貿易車隊會全部死掉 這裡為了保住隊友的貿易車隊 趕快低四級 好 正上方這裡 目前有點夾回去的感覺 哥德轉出了大量的槍兵 好 那這裡的劍塔也可以拆除 補了一根城堡防守 燒阿爾在這邊農田打得很開心 目前西班牙人的村民數降到只剩下100村左右 看起來經濟是非常的爆炸 好 這邊MIPER 唉唷 投石車 打得很開心 這邊開始轉出弩炮戰船 想要反走 哎呀 但是在重頭的面前都是浮雲阿 好 這邊迅速砸光光 好 這邊大量槍兵 繼續往前推進 好 這裡衝車 補了幾台 哥德威隊 哥德配衝車 可惜哥德沒有大衝車阿 但拿來新一點 箭矢傷害還是不錯的 好 下方的薩娃爾 繼續往前 但是發現 哎呀 這個門被堵起來了 只能原地返回嗎 好 趕快看一下MIPER這邊的一個狀況 MIPER這邊是繼續往前推進 感覺勝利再往MIPER這邊 繼續往前的感覺 現在越南很難去跟對方抗衡 這裡一定要出火炮 才有機會打得贏 好 衝車過來 上面有很多乘客 乘客要放下來嗎 還是不用 直接開始硬頂 這邊重頭打到輸出非常沉盾傷害阿 哇 大量步兵直接全部倒光 打步兵用投石車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案阿 OK 全部解掉 投石車這邊拿的還是挺給力的 喬治亞這邊繼續出洛馬 但數只剩下兩千塊而已 洛馬還繼續出嗎 還是喬治亞要轉兵呢 好 那這邊 兩邊開始又變成陣地戰了 在陣地上來說 朝鮮應該是略勝一籌 這個射程高達十點的投石車阿 有射程優勢的陣地戰的文明 往往都是關鍵 像朝鮮優勢 還有土耳其阿 這類射程最遠的 還有這個打打的鐵木耳工程數據頭 其實這些都還蠻強的 好 那目前看到對手 越南人是轉出了火炮戰船 拆除附近的箭塔 還是蠻方便的 但確定就是火炮戰船很脆 而且不太容易移動 但也可以瞬間反擊 火石車 這個投石車完蛋 被打掉 好 西班牙繼續出遊俠 幫忙扛住正面 然後用巨頭火炮塔 繼續控制更多的陣地 正面開始哥德威隊也開始反殺回去 黑森林的哥德人 還是有點做事的喔 並不是完全打不贏 只是有點痛苦 好 上方義大利人發現 欸 我好像怎麼守住了 那我也來進攻好了 反而義大利一直都被按在家裡打 結果這一波 交戰之後 義大利也開始出頭天了 68隻火槍啊 義大利人這裡火槍實量非常龐大 馬力人這裡一定要轉騎兵喔 再繼續轉飛盪的獵手 只會被火槍射成蜂窩的 好 左邊越南人的領地已經快要被收乾了 這裡要趕快後撤到後面發展經濟了 好 這裡一波進來 小心火槍會被投石車砸光喔 投石車拍一下 舒服了 好 馬力人這邊轉騎兵 這邊騎兵準備登場 那數量有點少喔 這個是嚇死一腳的騎兵隊啊 好 火槍個三段射擊 之前欣賞的 慢用槍法啊 三段射擊拿出來 先進去收收 收掉了騎兵隊 好 這邊遊俠 看一下 去前面偵查一下 對方薩巴爾的數量好像不是很多 感覺是因為馬就一直被拆 才能出現的問題 經濟方面呢 剛剛也因為低了四級的關係 貓尼車隊沒有辦法繼續正常跑 要一段時間才能繼續回農 所以薩巴爾這邊的數量明顯不適合夠 好 正面的位置 代理槍兵繼續出 一直戳一直戳 重頭砸一發 萊盒上面直接打一個多線 再砸一下 這裡肉麻損失慘重 另外的位隊這邊繼續按 還有槍兵也是一直補 哥德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哥德遠遠不絕的 就像小槍一樣 瘋狂誕生出來 好 上方的薩巴爾 配上瑪莉的飛刀 還有一個騎兵 稍微有點打回去 但是 這裡火槍隊實在是太多了 好 正面這裡有個大隊追 看一下 白可爾跟西班牙已經正面推路了 這裡非常多的追蹤時機 開始拆時城堡 遊俠直接踢得上去 好 這裡直接搞定對手 哎呀 這邊薩瓦全部倒光 小姐亞這邊要來救一下嗎? 波斯也已經要倒光了 白可爾這邊陣地戰打得非常好 西班牙這邊遊俠也是坦的OK 好 上方這裡也快要撐不住了 白可爾的重頭開始幫助哥德爾推進戰線 哇 白可爾到底是怎麼如何打到這個雙線進攻呢 這個也是蠻厲害的 控一下上面 又控一下上面 好 上方的義大利也是殺了進去 這裡要趕快控一下火炮 火炮這裡不能被打到 多跳 再預判一下 這預判成功 走一個上下走 好 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好 有機會嗎? 差一點點 好 看起來瑪莉這裡是已經穩了 好 正面的位置又要再殺到貿易線了 再殺到貿易線就沒得退了 這裡是最後的防線 這裡再後撤就沒地方可以撤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死守這個貿易線 是白盆的槍兵已經到處亂戳了 所以這個貿易車隊很快啊 貿易車隊瘋狂被亂戳 好 撤掉了這台貿易車隊了 哇 全部的貿易車隊都在這裡 槍兵撤得好開心啊 好 游侠也要趕快來救一下 好 這裡也 傷隊呂丸 趕快也拆除一下 看起來沒有辦法打了 撮屍也是直接打風光 每蓋一個馬舟只能產兩三隻左右的薩瓦爾 就要被拆除這個馬舟 即使有資源也沒有這個產人了 即使產人完全被壓制住了 好 上方的火槍也是慢慢開啟真地戰 這裡有點膠著喔 但是已經倒了兩家 喬治亞這邊也要被迫轉一些兵 過來防守自家 右邊的哥德衛隊應該可以有機會突入了 好 這時候對手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iper這一邊拿下來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場但是有點精彩 這裡波斯不斷地挖地道 挖這個密道出去 挖了很多個密道 但是最終還是被紅色他們的一個反應給防守住了 那哥德這邊呢 雖然沒有實質上的一個實際努力推進的效果 但以防守來說 出大量槍兵他還是在行的 那上方的火槍一直出火槍一直爽 完全不管你有沒有騎兵 我就是火槍一直射 我的火槍倒了就算我輸 結果最後火槍還是撐了起來 畢竟義大利的火槍跟火炮非常便宜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哥德仁拿到經濟上的勝利 完全都是哥德仁 哥德仁這邊經濟非常好 黃金的部分是由波斯這邊拿下 這裡應該是跑貓一跑的比較多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好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